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看到啊 现场的外国友人正在放飞自己国家的特色风筝 超大的高铁风筝 彩虹圈风筝 经于风筝的起飞过程也引起了现场游客的阵阵欢呼 小新啊 也不禁好奇 放飞这些风筝的是什么样的高人呢 快跟着小新一起去看看吧 咱们这次来参加风筝节带来了什么风筝呢 带来了鲸鱼 带来了章鱼 水母 带了很多很多 带了很多啊 这次有多大啊 看来就是大脚很大啊 这个长度是34到35米 那您这次来围方投家比赛有什么感动呢 一年平年办的越好 风筝的现场程度也越来越保持 刚刚呢 我看到那边有一位风筝爱好者在操作一个一连串的风筝 之前啊 还没有看到这种风筝是连着串的 下面呢 我们就去问问他这个风筝操作有什么技巧吧 您这次带来的风筝是什么呀 这三个 最上面的那个是脸行叫 对 脸行下面是鱿鱼风筝 对 然后现在这个就是蜈蚣 它是一串 哦 它是一串风筝 这个需要多少个人同时操作呢 一般最少是两个人 两三个人 老师那您能不能教我操作一下 就是我也想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 就是怎么稍微教我一下 因为我也没犯过这么大的风筝 咱们是哪里人啊 我是辽宁锦州人 哦 那是特意过来参加这个风筝协会的 啊 对 特意来 咱们这个风筝协名声很大 这个多少年来啊 我也有这种想法 就到这来看看风筝 今天呢 果然是人上人海啊 这个名不虚传 今天特意来放过这个风筝 即使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的优美 人们的这个幸福的生活啊 要需要这种陶冶 要需要这种历练 到这个广阔的天地里边 感觉到自然风光的无限好 无限美好 同时心情也好 维方傻到能飞上天的说法果真是名不虚传的 现场体验更是震撼 但是呢来不到现场的朋友也不要感到遗憾哦 今天维方国际风筝会实现了元宇宙的创意突破 让用户呢可以元宇宙的身份线上体验元宇宙风筝结会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